我们国家对原油的进口一层度逐年的上升 应该说到2018年已经超过70%进口一层度 黄斌是一名工程师 他所在的集团 2003年开始就从国外接触到了煤制油技术 他们构想如果能把宁夏富足的煤炭 也冶炼成汽车火车乃至航天火箭都可以用的合成油品 那将会大大缓解中国石油短缺的危机 想把煤变成油 关键在于气化技术 但是当时在我国这种技术还是一片空白 2010年他们花重金从德国进口了气化炉装置 结果这些德国设备的胃根本无法消化 中国的煤